穷困潦倒的男人用仅有的一块手表 在地头蛇手里换取了二百美元 并以此参加了一次桌牌赌局 在联姻三次后 坐庄的东家直接翻脸 钱他要 手表他也要 对此吉米表示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 于是就用拳头给他讲起了道理 即便是对方拿着黑洞洞的枪口指着自己 他也毫不畏惧 猖狂地说着自己只要借走的本金 以及那块手表 几百块美元还不足以让东家背上了一条人命 就这样 吉米安然无恙地带着几百美金走出了酒馆 而他那利落的身手 也被一旁刚从监狱里保释出来的黑哥看上 在一家汽车旅馆里 吉米好像过得并不舒心 无数噩梦般的场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那是他的过往 不久前 吉米还是一名特种兵 由于他的一次判断失误 让自己的战友们战死当场 自己虽然拼着重伤侥幸活了下来 但是 这个噩梦将伴随他一生 于是 吉米只能辗转不同的地方 以此来消除战友死亡对自身的影响 第二天 看着主动找上门来的黑哥 吉米确认自己不认识对方 被拒绝的黑哥没有退去 隔着一道房门 他说着让吉米跟着自己一起去打黑拳 吉米再三婉拒 可是黑哥依旧坚持不懈地劝说着 说他们打黑拳赚到的钱 足够让吉米买下一个体面的地方来居住 也可以把他心中积攒的怨气发泄出来 是的 黑哥看出了吉米昨天在酒吧动手时 心中的愤怒 为了让吉米更加感同身受 黑哥带他来到了一个简易的比赛现场 近距离观看了一次拳击比赛 吉米还想拒绝 就在这时神队友发起助攻 只见那比赛场地的家伙说吉米临阵脱头 难道是个娘娘枪吗 或者说是胆小鬼 这一次 吉米好像找回了在战争中丢失的怒火 立刻上前脱掉自己的外套 简简单单的一拳 花里胡哨的就干断了其中一人的下颌骨 紧接着吉米乘胜追击 一拳 两拳 最后一击直接打得对方肝脏受损 体内的剧痛让对方无力再战 就在其他人想要找回场子时 紧敌响彻现场 吉米立刻跟着黑哥逃之夭夭 简简单单的一场比赛 让吉米拿到了一张美元大钞 只是他想不到 就是这次的愤怒出手 竟然把自己拉入到了泥潭之中 他被黑哥带到了拳击馆 与此同时 黑哥妹妹的男友被当地的老大找上 赛季说自己有一大笔钱不见了 而在当地和官商勾结的黑警艾伦也在现场 为了保密 男人只能说钱在自己女友家 只看中钱的艾伦 一枪就把男人送上了西天 还不知道妹妹男友被杀的黑哥 安排吉米参加了一场比赛 在战场上练出来的杀人技巧 在拳击比赛中可以说无往不利 很快 吉米就闯下了不败战神的名号 此时 大老赛季要求吉米再比一场 因为刚刚 他在吉米身上输了不少钱 所以想赢回来一些 吉米要求这场比赛的赌金提升三倍 赛季也爽快答应 而这次和吉米比拼的 是一名非常专业的拳击选手 这让吉米自出战以来 第一次感受到了吃力 恍惚间 赛场和战场画面在他眼前重叠 看着战场上战友的尸体 吉米愤怒出手 一拳差点干碎了对方的头骨 可是愤怒的吉米此时已经收不住拳头 最后还是黑哥出面把他强行唤醒 吉米的表现 也入了赛季和艾伦的眼里 回到家的黑哥 痛快地分了好几千美元给到吉米 这是他之前答应的 吉米一直有一个遗憾 那就是之前母亲死亡时 一直没有给他买块墓地 如今是时候让其入土为安了 就在这时 艾伦却带着一帮人闯进了黑哥的家中 找他的妹妹要男友借走的钱 得知这件事的黑哥 找到赛季 此刻他才得知 自己妹妹的男朋友欠了艾伦很多钱 所以 连带着他们一家都被艾伦盯上了 现在赛季给黑哥两条路 一是他们家愁上钱还给艾伦 二是让吉米给自己打拳 至于思考的时间就定在两天 两天之后 自己可就无法控制艾伦的怒火了 就在离开时 吉米迎面撞上下车的艾伦 对方一言不发 只顾着把一张名片塞给吉米 神秘兮兮地说着 想升级就来找他 这句话让吉米感到莫名其妙 眼下 他决定先解决黑哥妹妹的事 毕竟这些日子来 都是对方一家在照顾自己 是时候回报一二了 回到家的吉米和妹妹坐在一起谈心 二人谈天说地 妹妹很关心吉米在军队的生活 吉米释然地告诉他 一开始自己还是个热血青年 想着靠一身的热血去改变整个世界 最后却只能懦弱地选择顺从世界 让自己变成了世界的形状 在战争中 吉米见到了最恶劣的人性 和看到了最接近地狱的场景 在这次战争中 他失去了好多同伴 每天晚上 这些人都会找自己 或许是放不下 或许是看不开 看着心情低落的吉米 妹妹想安慰却又无从开口 只能默默地陪伴 不久后 黑哥托朋友找到赛吉 说着要搞一场高额数的比赛 想要以此赚回欠艾伦的钱 这也符合赛吉的想法 当下二人一拍集合 知道赛吉答应了下来后 吉米开始准备比赛 到了上场的日子 黑哥和他的朋友 郑重其事地提醒吉米 他今天的对手是一名警察 下手很黑很脏 比韩国的兵面还要脏 他们要吉米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果不其然 上场后吉米就领教了 这个警察下手有多黑 把韩国下黑手的手艺 学了个事成时 在被吉米连续击退后 倒地的警察直接抓了一把沙子 让吉米暂时失去誓言 但是依靠着本能 吉米还是对阵的游刃有余 最后更是借用着场地优势 一下敲碎了对方的脊椎 对方死亡的消息 在几人离开比赛现场后才得知 大家意识到 吉米摊上了麻烦 因为对方是一名警察 很容易招来警局的调查 而独自在家的妹妹倒垃圾时 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一个背包 里面正是艾伦借出来的巨额现金 此时 艾伦还不知道钱已经找到 他正在思考如何处理死掉的警察 最终决定在验尸报告里 写他是警察卧底 最后被黑帮杀害 此时的黑哥在电话沟通中 得知妹妹已经找到了钱 情况危急的 他决定让妹妹带着钱一起会合 然后离开灯塔国 另一边想跟黑哥一起会合的朋友 却在地下车库被人枪杀 至于被枪杀的理由也很有漂亮国的风范 只见男人打电话抱贝着 说一名持枪嫌犯刚刚被击毙了 朋友这边吃了枪子 黑哥那边也不太平 刚回到家的二人 准备带着妹妹和外甥女离开 结果就被人持枪射击 要不是吉米反应快 估计黑哥此刻已经转生到了种植园 尽管有着吉米的提前预警 但是黑哥的外甥女还是不幸中枪 看着对方嚣张地拿机枪扫射 简直不把人命放在眼里 而外甥女身中竖枪被送进了抢救室 黑哥的逃跑计划也被动搁置 留给他们的时间只剩下不到24小时 也就是说 就在今晚 吉米就要解决自己和艾伦以及赛季之间的问题 很明显 单打独斗胜率太渺茫 于是 他找到在战场上 曾经过过命的朋友 二人距离上一次见面足足过了七年 见面先是一顿激情四射的拥抱 在得知吉米要解决个人的恩怨后 朋友也是毫不犹豫地答应帮忙 并告诉黑哥 他们需要的枪和装备 这些在自己的后备箱里都能找到 看着宛如一栋小武器库的后备箱 吉米很是兴奋 有了朋友的帮忙和精良的装备辅助 这次行动的成功率提升了很多 三人持枪来到赛季的拳击馆 对着他就是一顿质问 殊不知 在他们背后 多名武装人员携带着精良的防暴装置 闯了进来 很快 三人就被困在拳击馆里 四处逃窜的他们和警方交火 枪响声响彻整个场馆 玻璃碎了一地 而朋友也在解决两个武装兵时 不慎被倒地的武警偷袭 身中数枪的他失去了战斗力 在付出了朋友这一战力后 吉米和黑哥解决了闯进来的所有武装 被逼急的警方开始从外面向里面射击 脆弱的墙体很快就被子弹击穿 枪铃弹与尖 黑哥和吉米只好重新找掩体进行掩护 可惜双拳难敌四手 最后黑哥也在激烈的交火中不幸中担 这让吉米暗骂一句不妙 为了保护黑哥 吉米恍若战神附体 一个人拿着冲锋步枪对着外面的军队 就是疯狂扫射 与此同时 躲在办公室里的赛吉提心吊胆 祈祷着自己能逃过一劫 而等待他的 是走进办公室的艾伦 看到是合作伙伴 赛吉长吐了一口气 却不想艾伦拿着黑洞洞的枪口顶上了他的脑袋 最后更是几枪把赛吉这个合作伙伴送下了地狱 至于艾伦为什么做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赛吉知道的内幕太多了 他只相信尸体的忠诚度 最后 艾伦用枪指着倒地的黑哥 以他的性命来威胁吉米 让他去除掉自己身上所有的武器 为了救下黑哥的性命 吉米只能选择妥协 看到对方没有了武器 艾伦心情大好 甚至还有时间和吉米唠唠加长 放心太早的他也走了吉米朋友的老路 被倒在地上看似毫无威胁的黑哥 用藏在怀里的手枪偷袭 解决了艾伦 二人压在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 只不过这一次 吉米却没有再救下朋友 唯一有所安慰的 便是中枪的外甥女脱离了生命危险 而吉米也继续踏上了流浪的生活 你敢相信吗 竟然有人去抢漂亮国的研究所 只见一对装备精良的歹徒 全副武装杀入奥德萨研究所 几十名安保人员被瞬间屠露一空 他们拿走了刚研发出的秘密武器 并放下一枚炸弹 美国当即要求中情局行动 抢回这个秘密武器 领导思考再三 决定让特工维斯带队 维斯虽然对星期天被叫回来不满 却也接下这个危险的任务 他首先要召集的队友 就是光头杰森 领导脸色大变 这是他最不喜欢的部下 经常以各种理由追加活动经费 但不可否认 他的确是中情局最优秀的特工 得到领导的首肯后 维斯当即找到还在休假的杰森 在丰厚的报酬面前 杰森当场就答应下来 为了万无一失 维斯还给他找了两个帮手 黑客天才诺拉 以及枪械格斗专家小黑 四人组成行动小组 在诺拉的黑客技术下 他们很快锁定了中转人老头 于是他们守住带兔 在机场安插了眼线 准备悄无声息将老头带走 起料一号特工还没行动 就被人用电击枪打晕 二号也是如此 此时的监控画面也被人黑掉 眼看通讯无果 但杰森经验丰富 立刻察觉还有另一组人员在行动 他决定直接带走老头 却没注意到身后突然出现两个大汗 在诺拉的提醒下 杰森先是打趴一人 抢过电击枪 把这两人放倒 随后追出机场 而老头已经被人控制住 杰森假装问路 实则快速出手 将两人打倒 小黑在旁侧印 打倒接应的人 两人带着老头上车离开 诺拉发现老头携带的硬盘有加密 时间紧迫 他短时间内无法破解 然而另一队人马不肯放弃 已经用卡车截住他们 诺拉只能远程复制硬盘 小黑趁机锁住车门 谁知另一队人马不讲武德 直接掏出金属切割器 准备强行打开车门 剧烈的噪音让老头心脏病发作 临死前说出了街头的地点 诺拉也在最后一刻复制成功 这另一队人马的首领名叫麦克 是维斯和杰森的老熟人 麦克拿走了硬盘 还不忘嘲讽一波 诺拉无法破译复制的硬盘 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找到买家 于是维斯假扮成老头 前往街头地点 果然等到了买家 并通过胸前的摄像头拍下 经调查 此人名叫哈里斯 是军火商格雷的律师 并深受信任 看来幕后买家就是格雷 说起他杰森就火大 格雷能把步枪卖给非洲儿童 还能把武装直升机卖给歹徒 可以说只要能挣钱 他什么都不在乎 为了接近格雷 杰森想到一个办法 格雷喜欢看电影 还是好莱坞明星丹尼的狂热粉丝 于是他们找到丹尼请求协助 丹尼本来说什么都不肯 直到杰森拿出一个平板 原来丹尼跟他的嫂子暗地里有关系 诺拉拿到了视频资料 丹尼只好乖乖就烦 杰森带着他来到嘎那 这里正是格雷的老巢 听说偶像来这里度假 格雷当即邀请他来参加聚会 杰森跟诺拉则假扮助理混了进去 两人分头行动 诺拉借口上厕所 实则悄悄安装设备 侵入了格雷的手机 另一边的杰森发现一名服务员 竟然是麦克的手下老王 于是跟踪他来到后厨 杰森本想拿钱贿赂老王 让他停止行动 然而老王贪得无厌 还想接着拿钱 杰森终于忍不了 一拳打了过去 经过一番激烈的对打 老王被杰森打晕 这边的诺拉也成功 窃取了手机资料 格雷则对此一无所知 因为跟丹尼相谈甚欢 还邀请三人参加在土耳其的盛宴 诺拉通过对格雷手机资料的分析 发现他并不是所谓的买家 而更像是一个中间人 真正的买家应该是一个乌克兰人 诺拉提出建议 可以在买家的电脑注入病毒 他就能远程操控 但病毒只能手动注入 为了摸清这背后的真相 杰森决定亲自出马 他悄悄来到买家的住所 将一罐麻醉气体塞进空调管道 看着监控中的众人都昏昏睡去 杰森戴好防毒面具 悄悄潜入住所 向电脑注入病毒的同时 为了掩盖自己的目的 他还假扮起了劫匪 将买家的金银珠宝统统拿走 然而就在他大摇大摆要离开时 竟然有两个保镖没晕倒 杰森看着他们拿着枪 为了放松警惕 他开始故意装索 等保镖放下手枪 杰森则突然动手 三下五除二放倒了保镖 格雷在土耳其的别墅内 诺拉成人不备 悄悄打开电脑查找资料 但却没有任何关于货物的信息 只有他买入的大量军火 诺拉十分疑惑 只有这点军火 怎么可能卖出100亿美元的高价 眼看这边毫无进展 杰森决定对格雷的律师哈里斯下手 于是他趁哈里斯上街时 悄悄在后尾随 不料很快被哈里斯的保镖发现 杰森无奈只能动手 他使用老套路上前问路 随后跟上就是一拳 保镖被直接打懵 起身后想掏枪 却被杰森被身锁住勒晕 哈里斯见情况不对 拔腿就跑 杰森在后紧追不舍 哈里斯抢了个小电驴开走 无奈技术太差 转弯时直接摔倒 杰森追着他来到观景台 哈里斯已经坐着电梯上楼 杰森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爬楼梯 谁知哈里斯竟然不见了 就在他懊恼之时 哈里斯突然从背后袭击 杰森一个闪身 只听巴基一声 哈里斯摔成了尸体 这下线索彻底断了 好在诺拉破译了交易信息 原来歹徒盗走的秘密武器 实际上是一种新型人工智能 只要拥有了它 任何的银行账户就形同虚设 甚至还能操控发射核弹 如此恐怖的武器 绝不能落到买家手中 无论他想要干什么 杰森决定冒险试一试 他读买家不知道哈里斯的样貌 所以第二天交易时 杰森假扮哈里斯出现 而小黑则担任狙击手 随时侧应杰森 事实证明 杰森的猜测是对的 买家确实不认识哈里斯 交易顺利进行 杰森通过诺拉的变声软件 顺利获得格雷的信任 得到了系统的15位密码 然而就在关键时刻 突然发生了变故 那个大胡子保镖认出了杰森 局势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小黑及时出手 一枪解决掉手下 与此同时 有两架直升机急速使来 对着地面开始扫射 杰森慌忙驾车逃离 可惜很快被堵住去路 来人正是麦克 他一直在暗中观察 看着杰森和格雷欲望相争 他则来一个渔翁得利 在麦克的威胁下 人工智能被他抢走 本以为麦克是总部派来的 谁知他突然开始屠杀买家 杰森突然警觉 中情局可没有杀战俘的惯例 麦克则是一脸不屑 告诉了杰森实情 原来他已经脱离了中情局 现在为自己工作 这份人工智能将由他交给买家 并获得那100亿美金 麦克分副手下干掉杰森 自己则乘坐飞机先行离开 关键时刻小黑出手 三枪解决三个敌人 杰森被成功救出 两人乘坐直升机离开 与此同时 格雷也发现了电脑系统被人入侵 并很快怀疑到丹尼和诺拉 两人迅速驾车逃离 格雷的手下在后紧追不舍 双方展开激烈的追逐站 丹尼虽然看起来玩世不恭 但他的车技的确高超 很快就把追兵甩在身后 无奈对方人实在太多 即便诺拉开枪打翻一辆车 追兵还在源源不断 杰森联系诺拉 让他们开进隧道 等两人刚出隧道 杰森驾驶直升机 一发火箭炮堵住了隧道口 两人成功获救 现在他们的任务改变 总部下令一定要找到麦克 夺回人工智能 可惜杰森仍单力薄 于是他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主动找到格雷合作 格雷也不隐瞒 买家的真实身份 是一家生物制药公司老板 他之所以要买人工智能 就是想搞垮世界银行体系 接着把黄金炒到天价 再狠狠地赚上一笔 为了完成目的 他们除了收买麦克的雇佣兵小队 还组建了另一支军队保护自己 诺拉答应格雷 只要他帮助夺回人工智能 不仅不会被起诉 还能拿到那笔属于他的用金 面对这个条件 格雷欣然同意 考虑到买家也是丹尼的忠实粉丝 所以两人从正面进入 杰森和小黑则悄悄从后门前入 格雷见面就开始放狠话 萨达姆和卡扎菲从他这买武器 都不敢不给钱 你们开个破公司就想黑吃黑 简直太儿戏了 说罢就让丹尼关闭灯光 身后顿时爆起一阵火花 正是买家的卫星接收系统 被格雷的空对地导弹炸毁 随后他又掏出资料 上面记载的正是买家所有家人的信息 如果敢动手 那么这些人就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格雷说罢就带着丹尼离开 等进了电梯 丹尼差点被吓尿 原来一切不过是在演戏 但是买家当真了 听着格雷的威胁 他们顿时就开始怂了 想要放弃此次交易 麦克大发雷霆 100亿美元说没就没 于是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一方面安抚买家的情绪 另一方面则让手下动手 黑进买家的银行账户 很快几百亿的资金就到了手 麦克原形毕露 钱都到手了还管那么多干嘛 于是让手下干掉在场所有人 而另一边的杰森则潜入了电梯 经过一番缠斗 干掉了那些手下 等他到了目的地时 发现这里遍地尸体 也省得他动手了 杰森很快找到人工智能箱子 正要离开时 麦克则在背后偷袭 幸好诺拉出声提醒 杰森一招回手掏 将麦克放倒在地 紧跟着诱视两下 这个隐藏的幕后黑手就被干掉 杰森将人工智能交给上级 就带着诺拉和小黑离开 准备自己新一轮的杜奖 至于格雷则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他放弃了军火生意 开始转行当导演 丹妮就成了他的御用演员 大家都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从没见过这么猛的大爷 公交车上两个光头混混正挑衅老人 让他给自己上位 老人有些不耐烦 上去就是一巴掌 这一下可惹恼了光头混混 眼看他们就要动手 此时大爷闪亮登场 制止着他们的暴行 光头混混又开始针对大爷 但大爷可不惯着他们 三圈两脚就将两人打倒 这场面可惊呆了在场众人 大爷放下了狠话就走了 然而周围的乘客把视频发布后 大爷迅速走红网络 走到街上被人簇拥欢呼 警察执勤时也带着他 甚至还被电视台采访 众人给大爷起了个牛哥的称呼 他俨然成为了市民中的英雄 但大家不知道 牛哥的前半生悲惨至极 他小时候父亲去世 母亲独自向他抚养长大 牛哥高中时参加橄榄球比赛 不仅赢得了冠军 还顺利得到笑话的芳心 随后 牛哥应征入伍 却被分配到越南战场上七年 前六年在战斗中度过 而最后一年则是在战俘营 越南人对他施展各种酷刑 牛哥硬是没有屈服 好在队友成功将他救出 但他的左腿中弹 牛哥得以提前退伍回国 他的伤势痊愈后 立刻去找了笑话女友 然而 此时的他早已为人妻为人母 牛哥失望之下 决定凭借自己退伍军人的身份 在警局找一份差事 但由于他的伤势 警局拒绝了他的申请 其他的公司也以各种理由 将牛哥拒之门外 牛哥无奈之下 只能在街边摆摊卖煎饼 这一卖就是三十年 已经年近六十的牛哥一事无成 却在一次见义勇围中大放异彩 这让他仿佛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然而好景不长 牛哥的妈妈得兵去世 他得以继承了房子和遗产 牛哥喊来战友帮他搬家 两人喝起了酒 回忆往昔 战友把一个包裹交给牛哥 交代他好好保管 两人喝着喝着 战友发现烟没了 于是出门买烟 其料 这将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战友买了烟刚准备回去 其料 被两个镖形大汉拦住 几人很明显是旧枪时 大汉掏出手枪 逼迫战友交出那件东西 战友反手夺枪 直接把两人撂倒 眼看他们无法起身 战友正要嘲讽一番 不料此时 一发子弹将其冻穿 没想到大汉还有一把枪 解决了战友 两人迅速逃离死地 四日一早 牛哥接到了警局的通知 看着战友的尸体 他悲痛欲绝 牛哥拜托警长好好调查 最后 他来到商店买酒 企图借酒消愁 结账时 却发现钱不太够 老板也不愿收账 然而 三名劫匪突然冲入 企图抢劫两人 牛哥正在戏头上 先是一招空手都将 接着 把拳头对准其他两人 经过一顿碰揍后 牛哥顺利带走了美酒 他马上要到家时 遇到了一对母女 母亲告诉牛哥 他的弟弟就在不久前被杀了 然而 警察对此毫不上心 两人也算是同病相怜 牛哥落寞地回了家 他正在翻看战友的照片时 一直跟他交好的警察阿金赶来 得知牛哥的战友被杀 阿金特意前来安慰 一连过了几天 警察那边没有丝毫进展 这天晚上 牛哥正在看电视 发现了另一起杀人案 警察一天内就找到了凶手 只因受害者是个白人 牛哥彻底愤怒了 四日一早 他来到警局质问警长 为什么凶手迟迟抓不到 警长还想推脱 说警力不足 但牛哥直接切穿他 不就是因为战友是个黑人吗 警长恼怒之下扭头就走 牛哥透过窗户 发现了一大帮警长 无所事事 他终于明白了 要想找到凶手 只能靠自己 于是 牛哥回家以后 换上了一身新装备 来到战友被杀的现场勘察 果不其然 他在管道内 发现了一枚蛋壳 又在草丛里长到了一块怀表 牛哥开始四处打听 在当铺老板的判断下 得知 蛋壳是M9手枪所用 而这种手枪 竟然是政府武装部队专用 至于那块怀表 老板发现 照片里面的美女 跟自己老婆相熟 这枚怀表 很有可能是美女老公小黑的 牛哥得知了美女的住址 立马赶了过去 他谎称 自己是小黑的朋友 结果美女当场发火 因为他跟小黑的关系早就破裂了 小黑整天瞎混 根本不管他们母女 牛哥从美女这里得知 小黑经常去附近打篮球 于是 他来到篮球场 询问这帮小伙子 是否知道小黑的下落 然而 面对这样一个大野 小伙子们十分不屑 见此情况 牛哥只好给他们露了一手 接连几拳 撂倒三人 其他人也瞬间被震住 连忙说 小黑最近也不经常来 知道他行踪的 只有他的好机友 小白 得知了小白的住处 牛哥立刻赶了过去 其料 被小白室友当成了小偷 牛哥将其制服后 室友急忙告诉他 这里只是小白的临时住所 而他则整天混迹于酒吧 得到了这有限的线索 牛哥准备回家歇一下 然后再去寻找小白 半路上 还帮老奶奶提东西过马路 其料 当初的光头混混卷土重来 对着牛哥一阵扫射 却没伤到他分毫 牛哥忍住怒火回家 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找到小黑报仇 此时 邻居家传来争吵声 牛哥赶去查看 发现邻居跟妻子 黑妹打了起来 邻居直接开车离开 牛哥发现 黑妹受了伤 于是决定帮他包扎 两人相谈甚欢 牛哥更是感觉到 久违的温柔 但这温馨的气氛 被黑妹的熊孩子打破 此日一早 牛哥来到小白混迹的酒吧 询问关于小白的下落 却遭遇几名大汉挑衅 牛哥也是无奈 在教训了他们之后 从老板口中得知 小白此时就在楼上 于是 他一脚踹开房门闯入 看到正跟美女 happy的小白 牛哥一拳将其撂倒 最后一把将他扔出窗户 把小白倒吊进来 牛哥声称 自己有关节炎 可能支撑不了太久 迫于生命的威胁 小白连忙开口 小黑目前住在 他情人小美家里 而小美则在按摩院工作 牛哥得到消息 准备晚上再去查探 不料他回到家 发现这里一片狼藉 自己也被一个壮汉偷袭 壮汉逼问他 U盘在哪 牛哥却根本不知道 壮汉一把将他扔到地下 然而 下一秒 壮汉就被扔出窗户 牛哥翻出战友留下了包裹 里面果然是一个U盘 他找到邻居家 熊孩子帮忙查看 没想到 里面竟然是市长 跟黑帮交易的证据 牛哥此时才想通 怪不得战友会遭遇刺杀 而且 凶手用的还是官方武器 很快到了晚上 牛哥来到按摩院 点名要小美按摩 牛哥在享受之时 直接说出自己正在找小黑 小美表面不动声色 声称自己身体不舒服 却很快关闭了店门 牛哥悄悄跟在他身后 看着他回了家 牛哥正要摸进去 却突然被人用灯光照射 邻居把牛哥当成了小偷 很快 邻居发现 牛哥居然是个网络红人 于是 邻居向他表示敬意后 还告诉他 小美家后门没关 牛哥顺利进入屋内 果不其然 小黑就在此处 看到牛哥出现 小黑当即就要拿枪 却被牛哥用面粉阻挡视线 混乱中 小美不慎中枪 牛哥则趁机暴揍小黑 随后拖着他来到厨房 逼问幕后黑手到底是谁 小黑表现得很硬气 然而 下一秒他就笑不出来了 牛哥抓起小黑的手 直接放进切割机 剧烈的疼痛让小黑不断嘶吼 他终于忍受不住 说出了实情 干掉战友的是大壮 而幕后黑手则是黑帮老大 两人明天都回到仓库 牛哥得到满意的答案 随后潇洒离去 他路过邻居家门口 发现门板被拆了 而邻居跟黑妹又打了起来 牛哥上前制止 却被邻居认为两人有一腿 牛哥也不跟他废话 一拳教他做人 邻居气急败坏 转头就离开了屋子 黑妹上前抱住了牛哥 因为大门损坏 所以牛哥邀请黑妹 去他家暂住 黑妹则提出 要做一顿大餐感谢他 牛哥当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立刻回家梳妆打扮 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换上一身帅系西装 两人边吃饭边聊天 牛哥说到了邻居 黑妹表示 当时跟他在一起 实在是年少轻狂 他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婚 两人聊着聊着 眼看就要擦枪走火 关键时刻 熊孩子回来 坏了好事 牛哥准备继续复仇 他拿出那个油盘 交给了阿金 毕竟这是他唯一信任的警察 牛哥交代阿金 三天后无论自己是否报酬成功 都要把里面的内容公之于众 做完了这些 牛哥来到仓库 两名手下立刻围了上来 他点名要见黑老大 而黑老大也在此时出现 他仿佛等待多时了 黑老大迟入主题 如果牛哥愿意交出油盘 自己可以饶他不死 但牛哥根本没在怕的 却没想到黑老大早有准备 牛哥被打晕 等他再次醒来 已经被绑在电椅上 黑老大准备对牛哥动用酷刑 手下按下开关 牛哥的身体顿时一阵抽搐 黑老大看得开心坏了 然而 牛哥在越南时 这样的酷刑早就遭遇了无数遍 眼看牛哥如此强硬 黑老大让手下把电力调到最高 据说连大象都能电晕 其料 牛哥还是撑了下来 黑老大气急败坏 谁知此时 牛哥居然正脱了绳索 并点燃了汽油桶 仓库顿时燃起大火 牛哥拦住想逃跑的黑老大 对着他一阵猛攻 不料 黑老大掏出匕首 划伤牛哥的左腿 最后急忙离开 幸好牛哥站起身 在爆炸的最后一刻逃了出来 黑老大出门后 立刻抢了一辆公交车 牛哥紧随其后 司机见到偶像 立刻把车让了出去 两人开始在公路上追逐 可惜牛哥驾驶技术不足 一路撞翻了不少车辆 幸好黑老大也半斤八辆 不小心把车开到了铁路附近 眼看牛哥纠缠不休 黑老大开足马力撞了过去 关键时刻 牛哥猛打方向盘 公交车瞬间侧翻 黑老大洋洋得意 其料下一秒 自己就被火车撞飞 不过两人都无大碍 从车底起身后 继续进行追逐 谁知此时 牛哥再次遇到光头混混 他们因为被牛哥暴揍 导致社会地位直线下降 现在就要拍一段暴打牛哥的视频 可惜他们两个战武渣 即便牛哥受了伤 还是轻松将其打倒 此时的黑老大已经来到牛哥家中 他逼问黑妹U盘在哪 然而 黑妹压根就不知道 眼看黑老大就要动手 关键时刻 牛哥赶回 跟黑老大打了起来 但此时的牛哥身受重伤 又在光头混混身上浪费了力气 一时间竟然不是对手 被黑老大掀翻在地 黑老大开始对牛哥嘲讽 此时 黑妹冲了出来 对黑老大一阵撕咬 却被轻松甩晕 牛哥眼看女人被打 顿时燃起雄雄怒火 冲着黑老大连续挥拳 打得他满地找牙 最终 黑老大倒地 失去意识 牛哥扶起黑妹 两人的感情越发升温 而打倒了黑老大的牛哥 更是成为网络顶流 市长跟黑帮交易的丑闻爆出后 很快被立案调查 牛哥作为最大的功臣 被警察授予了荣誉警长称号 同时也被任命为社区治安主任 他跟黑妹也顺利走到了一起 还顺带收了熊孩子当儿子 就这样 年近六十的牛哥 不仅得到了工作 还得到了家庭 直接走上人生巅峰 2023最新复仇爽片 子弹就是上帝 震撼来袭 该片号称新版 这个杀手不太冷 打斗场面惊险刺激 废话不多说我们正片开场 鲍伯是警局劳模 平安夜还自愿在警局加班 领导对此都看不下去 让他赶紧回家歇着 下班后鲍伯来到女儿屋外 亮着灯和女儿打招呼 自从和前妻离婚 他就只能以这种方式见到女儿 家比不想让父亲担心 也隐瞒了母亲在婚后的不幸福 家比挂断电话后 发现母亲的争吵突然消失 他走出屋外却没看到人 突然从角落窜出一个人就挟持了他 与此同时 他的母亲和继父也被暴徒控制 暴徒们神情诡异 浑身都是奇怪的纹身 家比的母亲拼命挣扎 好不容易挣脱束缚逃跑 却被暴徒一枪击中 家比母亲跌跌撞撞地继续跑 却被守在屋外的女人一枪打穿 尸体直接掉进泳池 第二天鲍伯参加圣诞集会 原本应该在场的女儿却并不在 鲍伯害怕独自前往会惹怒前妻 于是招呼同事一起过去 他们来到门口 怎么敲门都没人应 他推开门进去 就看见这惨绝人寰的一幕 随着同事发现水池里的尸体 这里很快被封锁起来 但是调查迟迟没有结果 于是鲍伯联系了媒体 准备自己展开调查 他在报纸上发表家比的巡远启示 而这份报纸很快被一个女孩看到 女孩住在康复中心 和那些暴徒一样浑身布满纹身 但却脆弱的仿佛婴儿一样 他看着报纸上的新闻告诉护工 他或许知道线索 鲍伯得到消息立刻准备行动 但他的同事提醒他 那个叫凯斯的女孩是个失足少女 这样的人都是满口谎话 凯斯的案底要是打出来 都能铺满一张四纸 但调查六周毫无消息 为了能确定女儿的情况 鲍伯还是义无反顾地找到凯斯 而凯斯一看到鲍伯带来的照片 就不受控制地想要离开 但鲍伯不断地追问 最后还是护工将他拦了下来 但是第二天凯斯就找到了鲍伯 他告诉鲍伯 家比大概率还上在人世 原来这是邪教信徒组成的组织 一年前凯斯也是组织的一员 他们从不做正事 还会在身上纹满图腾 凯斯拼死逃了出来 同时他问起了家比的情况 他担心家比也是组织成员 这一切都是家比自导自演 但鲍伯十分相信女儿的为人 在他的再三保证下 凯斯愿意帮助鲍伯寻找他的女儿 但这件事不能招摇 凯斯了解那群人 一旦有警察出现的周围 他们便会杀掉家比 立马跑路更换新的据点 到时候再想找到他们 只能是男上加男 鲍伯必须独身上路 同时准备好钱财和枪鞋 鲍伯无视了老同事挽留他的请求 义无反顾地和凯斯上了车 他们的第一站是找文绅士购买军火 顺便给鲍伯纹上一身的图腾 这样才能让他融入组织群体中 凯斯在等待鲍伯纹身的时间里 向文绅士打听组织目前的据点 文绅士与凯斯私交不错 果然文绅士直接告诉凯斯 几天前组织的人找他买了些武器 同时他们提起了组织老大塞勒斯 凯斯从文绅士口中得到线索 知道了塞勒斯他们离开的方向 而且文绅士在两周前还见过加比 虽然加比现在的情况无人知晓 但也确定了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在路上时鲍伯问七凯斯 他为何离开组织 凯斯告诉他 自己11岁时被塞勒斯掳走 从此过得不仁不轨 他一度接受了自己人生只能如此 但后来他意外遇见了母亲 可当他叫妈妈时 女人却像对文绅一样对他破口大骂 凯斯想要变好再认回妈妈 而他愿意帮助鲍伯 也是想拯救当年的自己 同时杀掉塞勒斯为自己复仇 听到这话 鲍伯不由地对凯斯心生怜悯 凯斯根据文绅士提供的线索 他们很快来到一座下水道班的城市 凯斯直接来到组织据典之一的酒吧 他找到老板打探情报 很快他们就知道 塞勒斯过几天就会回到这里 他要与酒吧老板见面 有了这个线索 两人只能暂时在酒吧附近住下 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去酒吧蹲点 直到这天晚上 鲍伯发现酒吧老板竟然不在酒吧 他立刻就发觉了不对劲 急忙带着凯斯跟了上去 只见酒吧老板和组织其余几人分开 转头就拐进了西洋的街道 这就只能让凯斯独自去追 没想到两人分开没多久 凯斯就被人强行掳走 鲍伯察觉不对 立刻揣着手枪走进小巷 突然一支信号弹朝他射了过来 正中鲍伯胸口 鲍伯当即躺倒在地 紧接着黄毛突然从黑暗里冲出 对着鲍伯就是一刀 砍完转身就跑 鲍伯强撑起身体想去追击 但见对方已经跑出很远 只能先行回到房间包扎伤口 而凯斯被酒吧老板带去见了塞勒斯 塞勒斯好奇凯斯找自己的原因 凯斯闭口不说 但很快就遭到了非人的折磨 塞勒斯还让手下给凯斯注射面粉 紧接着就让凯斯杀了酒吧老板 没想到凯斯宁愿自己吞枪也不杀人 幸好枪里没有子弹 鲍伯也开始在街头四处寻找凯斯 结果他在一位老汉身上 发现了凯斯的衣服 在他的不断逼问下 老汉交代了衣服的来历 他带着鲍伯来到酒吧舞台 而此时因为面粉失去理智的凯斯 直接被塞勒斯丢去了酒吧 这时他正在被一个男人欺负 鲍伯二话没说掏出喷子 准备从男人手里将凯斯强行带走 却遭到男人朋友的阻乱 鲍伯见此情况直接一喷子干掉一人 见还有其他人冲上来 鲍伯又是一枪打断对方小腿 这才勉强将凯斯带走 鲍伯带他回到旅店 直到这时凯斯才恢复理智 他将事情经过告诉鲍伯 凯斯听到塞勒斯说 自己要去莫哈维 如果要继续寻找加比 还有一段路要走 鲍伯却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两人决定第二天就继续出发 经过一夜的休息 两人都恢复了不少 在这段时间相处过程中 这让凯斯从心中感觉到温暖 一天后两人正在加油站休息 凯斯同鲍伯聊起信仰 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鲍伯被凯斯的哲学弄得很是烦躁 于是他返回上车拿烟 没想到车里竟被人放了一条毒蛇 鲍伯处理得很快 但还是被毒蛇咬到 放蛇的人很明显是组织成员 他看到得手后掉头就跑 鲍伯见状急忙追了上去 凯斯听到枪声也立马出门接应 两人合力把这个喽啰放倒 但他对于塞勒斯的消息咬死不开口 凯斯也没惯着他 直接一枪送他上了天堂 而此时鲍伯蛇毒发作晕了过去 凯斯只能开车载着鲍伯找到纹伸师 此时的鲍伯高烧不退 身体非常虚弱 为了救他一命 纹伸师给他打了一针退烧药 他告诉凯斯 鲍伯能不能挺过去只能看造化了 但凯斯依旧选择陪在鲍伯身边 好在第二天的清晨 鲍伯大难不死地睁开了眼睛 他们很快就重新出发 凯斯找到自己曾经的朋友帮忙 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女人 就是当时杀死加比妈妈的人 凯斯抢走她的手机告诉塞勒斯 自己愿意拿自己的命交换加比 可塞勒斯却让二人去完成一个任务 今晚他和酒吧老板有一场交易 他想要黑吃黑 并且让他们拿抢来的钱交换加比 接到任务的鲍伯两人迅速出动 他们来到酒吧老板家中 趁守卫不注意时 鲍伯快速拔枪解决掉面前两人 两个守卫殒命后 鲍伯将酒吧老板一把推进泳池 无视对方的求饶 鲍伯毫不犹豫将他打死在泳池里 第二天的傍晚 鲍伯两人来到山上找到塞勒斯 没想到塞勒斯突然反悔 他不光想要钱 他还要凯斯回到他身边 但鲍伯却拒绝交换 他不可能把凯斯当作商品 这笔钱他一分不要 但在此之前 鲍伯要先确定女儿的状态上好 塞勒斯同意了鲍伯的要求 他告诉鲍伯 加比就在山脚下 心中痛苦万分 与此同时天上炸开烟花 凯斯意识到 塞勒斯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他们的人很快就从山上驶来 而鲍伯也不想就这么放过他们 于是他带着女儿和凯斯往山上走 来到一处矿场边 他把女儿藏进管道里 还留给他几把枪 告诉女儿要保护好自己 然后和凯斯在现场布置陷阱 他们在四处都洒满了汽油 紧接着和凯斯埋伏了起来 塞勒斯的手下很快就包围了矿场 鲍伯直接朝对方射出信号弹 子弹阵中汽车发生点燃了汽油 连锁的爆炸很快燃起烈火 许多人瞬间殒命 可惜这一枪暴露了他的位置 他不得不从黑暗中杀出 秒掉光头后他立刻夺过手枪 转身就将周围人全部射杀 站在山上的暴徒们见此情景 立刻朝鲍伯开了枪 他很快腿部重弹倒在了地上 密集的子弹打得他根本抬不起头 这时凯斯从坑里出来 他悄悄爬上架着机枪的皮卡 灭掉车上的枪手后 直接朝着围过来的暴徒们开火 但很快 凯斯就被一个塑料袋捂住脑袋 偷袭的壮汉直接把他从车上扔下来 就在他想强暴凯斯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管道处的异样 他很快就找到了躲在这里的加比 见状加比赶紧举起枪威胁 但胖子不相信加比敢开枪 加比的枪也正好没了子弹 胖子自信地往管道里爬 没想到加比拿起另一支枪 直接结果了他 但此时黄毛却从背后勒住了加比 就在加比快要被勒死的时候 鲍伯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他只用一枪就解决了黄毛 但塞勒斯却未曾在战斗中出现 凯斯知道对于他们来说 这始终是个隐患 于是在送凯斯回家后 决定要独自解决掉这个麻烦 凯斯找到了塞勒斯的老巢 在一旁的木屋里住下 他在这里一等就是几个月 许久他终于看见了塞勒斯的踪迹 面对这个恶人他到底没有手软 一喷子送他归西 结束心病的凯斯找到了母亲 但没有上前相认 他远远看到母亲生活的幸福 转身就离开了这里 而故事的最后 凯斯找到了鲍伯 两个人将会一起面对新的生活 就是一座废弃的工厂 也是一处生命的禁区 因为此刻在工厂附近 正埋伏着两名狙击手 其中一名狙击手 由于难以忍受垃圾的恶臭 便想要稍微挪动一下自己的位置 可就是这微小的动作 让他和同伴的位置暴露 远处的丛林内 早已经准备好的敌方狙击手 连续扣动扳机 顷刻间 工厂旁的两名狙击手 便被夺走了性命 这个杀人于无形的王牌狙击手 名叫迈克 然而几个月前 他还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者 迈克和妻子 居住在乌克兰的顿涅斯克地区 他们厌倦了城市的喧嚣 于是夫妻两人在野外建造了一间小屋 过上了自己自俗的田园生活 迈克是身上一所中学的老师 他每天都会骑自行车 走上几公里的路 去给孩子们讲课 然而 这样幸福的生活 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打破 这天 迈克像往常一样去上课时 发现两名神秘的士兵 正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休息 迈克没有在意 而是继续去上班 然而 到了学校之后 迈克发现 学校已经停课 随后 他从学校的电视里 看到了俄乌开战的消息 联想到今早在他家附近的神秘士兵 迈克意识到情况不妙 于是 立刻骑车赶回家中 可是还是晚了 这两名士兵隶属于俄军的武装力量 他们殴打了迈克的妻子 并宣称他是敌真的间谍 迈克赶回家后 试图与士兵们解释 但他也遭遇了同样的殴打 士兵们在屋子里翻了一通 也没找到什么和间谍有关的线索 于是便一把呼点燃了房屋 扬长而去 这座房屋是两人的信仰 迈克的妻子健壮 捡起地上的石头 就要和对方拼命 结果可想而知 妻子就此撒手人寰 大火燃烧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 当地的两名乌克兰士兵 发现了迈克 他们简单的了解了情况后 便帮忙将他的妻子埋葬 士兵见迈克无家可归 便将他带回了基地 而经历了这样的惨痛之后 迈克再也无法继续相信什么和平主义 他决定加入当地的武装力量 然而 成为一名士兵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 起初 迈克完全跟不上训练进度 他体能不达标 就连最基本的拆卸枪支 他都不会 然而 复出的怒火不断地激励着他 他总是在休息时自己加练 一遍不行 那就十遍百遍 而每当训练累了的时候 他都会拿出自己的护身符 这是妻子为他手工制作的天使 迈克从房子的废墟中找到了他 看到他就像看到妻子一般 不久后 上级部队下来挑选优秀的士兵 准备当作狙击手来训练 随着战争的持续 杀人于无形的狙击手 成为了战场上的重要力量 迈克听到后也想要报名 然而主管却表示 他连AK47都不会组装 还妄想当什么狙击手 迈克告诉主管 自己可以在20秒之内 组装完AK 此言一出 战友们都做好了嘲笑他的准备 迈克来到了桌子旁 可谁知下一秒 他竟然蒙住了眼睛 主动加大了难度 这一下 虚声更多了 然而随着迈克开始组装 大家都流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18秒 这是他给出的成绩 也是对他刻苦练习的报答 战友们爆发了弱力的掌声 来表达对他的尊敬 迈克也凭借着这个成绩 成功地进入了狙击手培训班 虽然迈克十分勤奋 可他毕竟是半度出家 基础较差 大家都在心底里 瞧不起这个和平主义者 发枪时 别人配发的都是SVD 只有迈克手里的枪 是老式的SKS半自动步枪 这把二战期间设计的步枪 估计年纪比他还要大了 但枪只是成为一名 优秀狙击手的一部分 自身的努力才是更重要的 于是迈克每天都像一块海绵一样 不断地吸收新的知识 成为狙击手的第一课 就是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移动 教官在每个人身边 都开了一箱 凡是下意识躲闪的 均为不合格 迈克屏住呼吸 一动不动 成功地通过了第一关的考核 可到了第二关的考核 迈克这把枪的劣势 就暴露了出来 由于他手里的SKS步枪过于老旧 稳定性太差导致子弹脱靶 不过迈克依旧没有气馁 教官告诉他们 狙击手最重要的 是在头脑中快速计算的能力 这样他们才能在实战中 计算出与目标的距离 判断射击点位 而这是迈克的强项 他曾经在学校里当过物理老师 所以迈克总能脱口而出 正确答案 到了最后一关的考核 这次考核是考验学员们的综合能力 他们要在夜间的环境下进行实弹射击 校官一声令下后 所有人都扣动了扳机 但迈克没有 因为他的枪太老旧 他必须在头脑中计算出子弹的弱点 随着最后一声枪响 所有的考核结束 迈克最终以第一名的出色成绩顺利毕业 毕业的前一天晚上 迈克为所有的战友谈奏了一首歌曲 他们即将奔赴战场 未来会发生什么 谁都无法预料 他们不知道自己哪天就会牺牲 在迈克的歌声中 每个人都对未来感到一丝迷茫 他们想起了在战争中逝去的家人 不久后 迈克所在的小队就收到了一项任务 一伙俄方的武装分子 占领了乌方的一座小桥 这座小桥是战略要地 上级命令他们殲灭对方 夺回小桥的控制权 教官决定带迈克一起去执行这次任务 他们埋伏在小桥旁 教官告诉他 他的任务是干掉对方的机枪手 迈克摒弃宁神做好了准备 然而 就在任务执行前一刻 两名平民刚好经过小桥 这给行动增加了额外的困难 但迈克并没有因此而慌张 随着教官的一声令下 他的子弹稳稳地命中了对方 与此同时 周围密密麻麻的枪声响起 俄方武装人员还未反应过来 就被悉数消灭 只剩下一人 挟持着人质富于顽抗 就在这时 一只隐而不发的教官扣下了扳机 对方瞬间倒地 这次武装行动非常成功 然而此刻 在另一片战场上 却出现了另一名同样出色的敌方举击手 他的代号为幽灵 因为他像幽灵一般来无影去无踪 幽灵一登场 就干掉了迈克的一名战友 而更过分的是 他把射杀对方的过程录了下来 发布在互联网上 这严重地打击了乌方军事人员的士气 不过此刻的迈克等人都还没意识到 这名狙击手将会在日后 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迈克没有时间 一直沉浸在战友的离去的悲伤中 因为战争仍在寄居 第二天 迈克继续跟随部队执行任务 情报显示 一支俄方的军事小队将会经过一片丛林 于是 他们计划事先在丛林中埋伞好炸药 然后等待对方经过时再由狙击手用子弹引爆炸药 可等到对方经过的时候 迈克却愣住了 因为他从瞄准镜里看到了一个无比熟悉的身影 正是他曾经的学生E万 但迈克依然扣动了扳机 这就是战争 他让曾经熟悉的人走上了生与死的对立面 迈克和E万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只不过选择不同 爆炸过后只剩下尸横遍野 俄军小分队全军覆没 突击队负责留下来打草战场 而迈克则和教官一起返回一处营地休息 休息的过程中 教官拿出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是他的家人 由于害怕家人担心 教官甚至没敢将自己参战的事告诉家人 此行此景 让迈克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妻子 如果没有战争 他和他的妻子还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可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 战争真的会消失吗 第二天 迈克和教官继续奔赴前线 这次的行动目标是敌方的一个车队 而为了掩护车队的转移 对方也派出了王牌狙击手幽灵 因此迈克他们必须非常小心 到达了指定地点后 他们虽然看到了俄军的汽车 但由于对方的狙击手并没有暴露位置 所以教官嘱咐迈克不要轻举妄动 可没想到一向冷静的迈克 在看清了汽车旁两名士兵的容貌后 瞬间失去了理智 因为此刻在汽车旁站着的 正是杀死他妻子的仇人 迈克违抗了教官的命令 扣动了扳机 对方一人应声倒地 而另一个人连忙躲在了汽车后面 迈克冲动的行为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幸存的士兵把迈克的位置 用对讲机汇报给了幽灵 幽灵收到情报后立刻调转枪口 教官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幽灵的子弹射中 随后幽灵又让炮兵 对迈克所在的位置进行轰炸 虽然迈克及时把教官拖进了战壕中 但教官还是不幸身亡了 回到基地后 迈克非常自责 一方面 他的冲动害死了教官 另一方面 他意气用事的行为 也违背了作为狙击手的准则 但上级了解情况后并没有指责他 他告诉迈克 如果以后有了幽灵的消息 他会第一时间告诉迈克 他希望迈克到时候能干掉幽灵 为教官报仇 经过了这次事件后 迈克彻底的蜕变 成为了部队中的王牌狙击手 他甚至能够以一敌二 在一次行动中 迈克要独自面对对方的两名狙击手 其中一名躲在工厂内 而另一名则藏身在一处垃圾堆旁 迈克一个人潜伏在工厂对面的灌木丛中 与对方对峙着 过了一会儿 垃圾堆旁的狙击手忍不住臭尾 他想要缓缓地挪动一下身体 可就是这轻微的身体移动 让他暴露在迈克的视野内 下一秒 死弹就让他再也动不了了 随后迈克又调整姿势 瞄准了屋内的狙击手 与此同时 屋内的狙击手也发现了他 两人同时开箱 对方的子弹稍微偏出 擦伤了迈克的胳膊 而迈克的子弹则把他抱了头 任务结束后 迈克回到了驻地 短暂的休整了一下 而就在这时 上期打来电话 是与幽灵有关的消息 这段时间 迈克一直在寻找幽灵 他收到消息后 立马带上自己的狙击步枪 赶往基地 如今 他是军队中的王牌狙击手了 所以 他的枪也变得越来越好 早就不再是当初那把SKS 回到基地后 上次告诉他 幽灵藏身在附近的一所化工厂内 由于幽灵对乌方的世界打击很大 所以上托非常重视 特别成立了一个狙击小队 配合迈克的工作 为了防止爆炸引爆化工厂内的化学药品 导致污染周围的环境 这次行动 他们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本事 没有任何的炮火支援 情报显示 工厂内一共有八名士兵 狙击小队负责干掉其中的五名 而剩下的狙击手幽灵 与他的两名副手 则由迈克亲自负责解决 行动开始 迈克换上了几地服 开始伏地 短短的不到几百米的路程 迈克却爬了足足有三个小时 可以说是真正的伏地魔了 不过也正是这样 才让幽灵这样敏锐的狙击手 没能发现他 在此期间 其余狙击手也已纷纷落位 进入了事先安排好的战斗位置 在现场的指挥官 抽完了足足一包烟后 迈克终于到达了工厂旁 他拿出准备好的消音手枪 力度地干掉了外围的守卫 其中一个还是杀死他妻子的仇人 指挥官收到迈克的消息后 使用机枪朝天上开始无目的的扫射 在机枪声的掩护下 幽灵根本听不到别的枪声 外围的狙击手趁机 悄无声息地干掉了工厂内的士兵 而迈克也干掉了幽灵的一号副手 工厂内只剩下幽灵和他的二号副手 随后迈克拿着手枪潜入了幽灵所在的大楼 此时的幽灵注意到一号副手的通信已经掉线 便和二号副手一起去查看一下情况 可就在这错误的指挥 让他与手下刚好与迈克错开 迈克因此神不知鬼不觉地上到了顶层 幽灵再度返回后 突然看到了自己的位置旁 摆放了一个木头刻的护身符 可为时已晚 迈克从上方跳下 一刀刺穿了他的喉咙 而另一边二号副手在回到自己的位置后 也触发了迈克留给他的手榴弹 成功地领了盒饭 而在此时 俄军的支援部队才迟迟赶到 迈克拿起了幽灵的狙击步枪 亲手送走了对方的总指挥 由于工厂就在迈克的老家 所以结束了战斗后 迈克一个人来到了他和妻子的故居 如今这里已是杂草丛生 为妻子简单地整理了简陋的墓碑后 迈克转身离开 继续他的狙击手生涯 影片是以2014年发生的 东乌军事冲突为背景拍摄 并于2022年 俄乌军事冲突后改编 至于有几分真实 那就不得而知了 眼前这位体格壮硕 面容英俊的橄榄球运动员 他名叫杰克 就在刚刚 他帮助队伍赢得了胜利 然而 对手却出言嘲讽 说他是个没爹的孩子 这句话彻底点燃杰克的怒火 他摘下头盔 把对方推倒猛揍 其他的队员赶来阻止 也被他直接掀翻 因为杰克的缘故 导致双方球队开始户殴 事后大家也并未怪罪杰克 毕竟被人指着鼻子骂 谁能忍得了 队友邀请杰克去庆祝 然而 杰克却提出了退出 原来 他的弟弟因为网球能力出众 得到了其他学校的全额奖决金 因此 母亲决定带着全家搬走 等他回到家里 母亲正在收拾东西 看到他脸上的伤痕 就知道他又去打了架 免不了又是一顿训斥 此日一早 弟弟两人在收拾东西时 不小心扔翻了一个箱子 里面正是父亲生前所穿的衣服 杰克的回忆顿时涌上心头 他把箱子封存起来 再也不想看到 他们很快来到新家 杰克也转到了新的学校 看着陌生又熟悉的环境 杰克已经开始畅想新生活 他路过一处角落 发现正在有人打架 杰克立刻上前阻止 并打倒了施暴者 其量被他保护的同学 却给了他一拳 其一人也站出来解释 原来这只是一场搏击比赛 杰克只好兴兴地离开 到了上课时 老师提问了班花米莉 眼看他答不上来 杰克主动帮他解围 等下了课 米莉则向他道谢 从没谈过恋爱的杰克 瞬间感觉春天来了 晚上回到家 母亲仍旧是一脸严肃 询问关于学校的事情 杰克回答一切都好 他知道母亲在敲打他 然而 当着弟弟的面 母亲还是说出 杰克因为打架 不知道闯了多少祸 此话一出 杰克立刻暴跳如雷 此时 他来到学校 正闷闷不乐时 突然有一个小胖子上前搭话 并声称 杰克出名了 原来 当初他在球场打架的视频 如今在网上爆火 加上他帅气的脸庞 杰克现在走到人群里 有不少美女 都在向他抛媚眼 在放学的路上 米莉突然出现 并邀请杰克参加聚会 有女神相邀 杰克自然是一口答应 他立刻回家收拾好衣服 就乘坐公交车 来到聚会地点 这里好像是一处别墅 小胖早就等着他来 两人立刻走进别墅 而别墅的主人格雷 也在此时出现 他对杰克十分热情 三人来到后院的泳池 格雷向他介绍各位同学 以及玩乐的地方 介绍的重点 自然是楼下的搏击擂台 这里不论男女 只要觉得自己实力够强 就能够上前挑战 杰克对此毫无兴趣 就在此时 米莉也盛装出席 看到光彩夺目的他 杰克眼睛都直了 然而 格雷突然提出 要跟杰克打一场 原来 杰克之所以被邀请 就是因为他在网上出了名 格雷作为格斗冠军 自然不愿被抢了风头 这才决定挑战杰克 但杰克从不打 无意义的架 因此果断拒绝 格雷突然注意到 杰克在看着米莉 于是 他立刻上前 跟米莉吻了起来 原来 米莉本就是格雷的女友 杰克虽然有些生气 却仍不愿鄙视 直到格雷提到他的父姐 杰克终于暴怒 父亲是他心里永远的痛 他立刻穿戴好装备 准备教训格雷一顿 然而 杰克虽然身体素质很强 可毕竟没有学过搏击 跟身经百战的格雷比起来 他根本讨不到任何便宜 格雷一脚踢在他腿上 杰克瞬间站立不稳 格雷乘胜追击 一把将他掀翻在地 接着就是几击重拳 最终跟上一脚 本以为战斗就此结束 其料 杰克凭借内心的怒火 居然又站了起来 但换来的 只是格雷又一顿的毒打 杰克被打得几乎失去意识 小胖急忙把他扶回家中 次日一早 弟弟来叫他起床 却看到杰克的惨样 杰克并未过多解释 到了晚上 小胖前来看网 从他口中得知 格雷的父亲也是个拳击手 从小就开始训练他 杰克打不过也是正常 不过小胖给了杰克一张光盘 里面是一位格斗大师的录像 但杰克还是嘴硬 直接赶走了小胖 然而 等他伤好的差不多时 还是根据光盘上的地址 来到了那家拳击馆 小胖十分高兴 赶忙向教练老黑介绍了杰克 并希望能收下他 老黑让他从最初级做起 杰克却提出要学习格斗动作 一口吃不成胖子 杰克明显不懂得这个道理 于是 老黑决定让他试一试 首先是热身运动 一群人需要在短时间内 练完所有的器具 一圈热身下来 杰克已经是气喘吁吁了 老黑看他仍不愿放弃 便安排他跟学员对战 看着眼前的小个子 杰克十分不屑 然而下一秒 他就被狠狠地上了一课 学员一记十字锁 就让杰克无法动弹 等他起身后 又被学员连续地七顶击退 紧接着 学员一招背锁 彻底击挡了杰克 老黑对杰克十分满意 他不仅身体素质极强 就连意志力也很坚韧 是一个拳击手的好苗子 杰克顺利通过了考验 两人走住了拳击馆 此时杰克才发现 小胖居然有自己的跑车 看来又是个富二代 到了晚上 杰克家的门铃响起 弟弟开门后 发现竟然是米莉 米莉这次前来 专门向杰克道歉 但在杰克的眼里 他就是个射套害自己的人 面对米莉的解释 杰克根本不想听 在他的冷言讥讽下 米莉伤心地离开了 次日一早 杰克就来到拳击馆门口 并提前交了两个月的学费 老黑看他对拳击很感兴趣 于是决定让他率先练习 老黑教授杰克击打沙袋时 让他学会拳脚并用 同时也要调整好呼吸 说吧就给他演示了一番 只见老黑一脚 差点把沙袋踢飞 从这天开始 杰克每天跟着众人训练 从一开始的跟不上节奏 慢慢进行蜕变 甚至能在训练中拔得头筹 就连在对战训练中 也能轻松击败对手 杰克在这里过得十分开心 这点晚上他回到家 母亲直接问起了他 为什么账户里少了200美元 杰克不愿让母亲知道 只好说是自己偷偷花了 但母亲打开他的包裹 发现了里面的拳击手套 母亲还以为他又要出去打架 于是把他痛骂一顿 杰克有苦难言 也并未反驳 次日上课之时 杰克和米莉被分到同一小组 然而他仍旧对米莉有意见 两人不欢而散 剩下另一个组员一脸懵逼 米莉再也忍受不了 他主动找到格雷 并提出了分手 原来他早就对恶劣的格雷不满 更要紧的是 米莉发现 自己好像喜欢上了杰克 格雷面对他突如其来的分手 甚至想要动粗 幸好杰克及时赶到 同时历生制止 格雷眼看手下败将来了 再次嘲讽他的父亲 杰雷怒火中烧 在下午的训练中 招招狠辣不留余地 老黑看他似乎有心事 于是上前跟他对练 杰克此时还不是对手 只能被动挨打 眼看他越来越不冷静 老黑一记被摔 紧接着一招十字锁 杰克彻底不得动弹 老黑知道他的状态很差 于是让杰克提前回家休息 小胖载着他离开 就在等红灯时 杰克回想起当初的父亲 不由的内心烦躁 此时身后的汽车不断鸣笛 杰克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他立刻下车 将汽车上的五人一顿暴揍 小胖顺利将其拍下 发到网上后 杰克再次爆火 次日学生们来到海边度假 米利再次前来道歉 可得到的却依然是杰克的嘲讽 然而这场面落在葛雷眼中 让他简直嫉妒心爆棚 于是葛雷趁杰克上厕所时 主动上门挑戏 杰克来不及反应 就被葛雷踩在地上不得动弹 葛雷声称自己会参加生死赛 如果要打败自己 那里是最好的舞台 说罢了便离开厕所 杰克找到小胖 询问关于生死赛的情况 得知那是一场激烈的拳击赛 参赛者皆是凶悍无比 而葛雷已经是缠连两届冠军 杰克让小胖帮自己报名 他要彻底打败葛雷 然而 当他来到拳击馆时 老黑却直接赶他离开 原来 老黑有一条规矩 出门绝对不能打架 杰克只能无助地离开 但杰克仍不愿放弃 他在小胖的帮助下 找到正在超市购物的老黑 向他叙说了自己的遭遇 原来 杰克的父亲当初喝了酒还要开车 他本可以制止父亲 却因为一念之差 导致父亲车祸身亡 杰克把所有的责任 都揽在自己身上 导致他的性格越来越暴力 尤其听不得别人侮辱父亲 唯一能让他感到安心的 就是在训练的时候 他祈求老黑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老黑也被杰克所打动 同意着他回到拳击馆 从此以后 老黑经常对杰克加练 在他日复一日的努力下 杰克的实力也突飞猛进 甚至在跑步时 能轻松超过老黑 两人回到拳击馆对打 经过多日的训练 杰克竟能跟老黑打成平手 虽然最终也是输了 但进步非常大 老黑更是对他赞伤有加 杰克也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 于是 来到弟弟的比赛现场加油 并跟母亲道歉和解 其实 杰克明白 母亲之所以对自己的严厉 只是不想让他受伤 此日下午 杰克又约了米莉见面 他对之前的事情已经释怀 并诚心向米莉道歉 两人重归于好 关系更进一步 顺利走到了一起 母亲十分欣喜杰克的变化 于是 来到拳击馆 向老黑道谢 并提前交了下个月的费用 就在杰克的生活步驻正轨后 小胖却突然收到消息 生死赛就在今晚举行 他立刻告知了杰克 然而 如今的杰克已经不打算参赛 毕竟家人和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与此同时 格雷正在训练时 却听到了一旁朋友的聊天 他们竟然说 如今的格雷已经不是杰克对手 这让格雷暴怒 他来到拳击馆门口 刚好遇到小胖 得知杰克不打算参赛 他心生一计 谎称要举行宴会 骗小胖上了车 等他们来到格雷家 格雷借口切磋一下 实则对小胖一阵暴揍 随后又安排手下 将小胖扔到杰克家楼下 杰克急忙将他送进医院 眼看好友被打成重伤 他怒火中烧 换上了父亲的衣服 决心要给小胖报仇 杰克来到生死赛现场报名 他与格雷各自参赛 准备进行巅峰之战 格雷一路过关斩将 很快打进了半决赛 杰克也凭借了自己的实力 赢下了三场比赛 只要打赢第四场 他就能进入半决赛 不料这次的对手机关头 不仅实力强悍 更是十分阴险 见面就一脚踢伤了杰克的肋骨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更是对着他受伤部位猛攻 杰克顿时痛苦不已 机关头趁机锁住杰克 眼看就要落败 杰克顿时爆发力量 反手将机关头压在身下猛攻 并用三角锁将其困住 机关头无奈选择投降 杰克顺利进入半决赛 他来到医疗室冰敷伤口 就在此时 米利也来到现场 看着他受伤的样子 顿时心疼不已 另一边的格雷十分嚣张 对半决赛的对手一阵猛攻 甚至挖伤了他的眼睛 裁判判定格雷犯规 因此取消了他的资格 当轮到杰克出场时 得知格雷被取消资格 于是当场选择弃拳 毕竟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格雷 眼看杰克就要离开 格雷吹出门外 决定在场外决斗 听说了这一世纪大战 观众纷纷离开会场 战斗一开始 受伤的杰克就落入下风 被格雷压在身下猛攻 杰克好不容易才摆脱 格雷更是卑鄙 专门招呼杰克的伤口 杰克几乎招架不住 被格雷一招断头锁控制住 就在这关键时刻 杰克回想起家人朋友 顿时爆发出力量 反手挣脱了束缚 接着一拳打中格雷面门 用出了最开始学的招数 成功击倒了格雷 夺下了胜利 医院的小胖看到这一幕 更是激动了大叫 事情终于结束 请不吝点赞 competitive 请不吝点赞